大家好 至暗时刻的这个系列啊 是根据德国一百多个德国人 他们自己的回忆 把它整合起来 是真实的历史 好 我们下面接着说 制造商啊 胡贝尔先生 他的那个金属冶炼厂 就设在这个小镇的河的对岸 这个工厂呢 当时被称为和平天使 城里的人呢 都津津乐道 可是这个最近啊 这个工厂处于了困难时期 虽然啊 这个政府源源不断的订单 让这个胡贝尔先生啊 觉得赚了很多钱 但是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对这些钱 他不能随意支配 只能投资于政府 让他投资的地方 这个胡贝尔先生 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的清楚啊 就像现在 这么对这个自然资源的掠夺 和挥霍 如此狂热的和完全指导性 和命令性的这种军备生产 是根本不可能够持久的 你说如果不是为了发生战争 他生产这些枪套用来做什么呢 即便是真正的发生了战争 可他们的敌人 也会渐渐的比他们强大的 德国怎么可能够赢得战争呢 这个胡贝尔先生啊 心里边是最知道 他们的武器是在一个什么样的 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 那就是 环境不断恶化 材料不够 技术也不行 嗯 你想啊 他一开始以前就是个做烟草的 和食品的那个零售的 你让这些人 尤其把那些卖给这个 不是就那些中小企业 那些零售商们 突然一下让他去工作 去当工人 你想想他那个技术能行 而且呢 一贯的就要求值 要求速度 要求数量 使得这一切呢 变得就更坏了 嗯 他其实是知道他自己啊 生产的那点破玩意儿 值个几个钱 能够坚持多久 能够用多久 他心里边非常有数 呃 呼贝尔先生啊 常常的和自己这个年轻的女秘书聊天 有一天呢 俩人就聊 他说 安妮呀 你知道吗 我们一共卖给了瑞士多少架飞机了吗 三架 但是啊 三架全都不能用 结果瑞士的报纸呢 就说了 呃 明显的 这个 他们用的这个材料 有缺陷 呃 没有达到规范 哎呀 太可悲了 我们德国呀 我们德国的制造水平 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 太让人痛心了 这呼贝尔先生啊 一边聊着天 一边呢 就把这个手啊 放在了这个 他这个年轻秘书 安妮的头上 这女秘书呢 没有动 只是坐在那 拿一个本 那个 笔记本 放在漆上 就好像在等啊 等呼贝尔先生的指令 这呼贝尔呢 又开始摸他的个 那头金色的头发 直到啊 这个女秘书 有点不舒服的摇了摇头 这呼贝尔啊 才把手给停了下来 呃 这个安妮就说 所有这一切 可能都是巧合吧 嗯 你想了 嗯 飞机在战争中 那么重要 武器更重要 嗯 好像现在还没人敢说 我们的坦克不好吧 这个制造商啊 呼贝尔就做了个鬼脸 哎哟 亲爱的 咱们的坦克 那就更差了 甚至 那个叫什么 斯格达那坦克 哎呀 都不会提了 我觉得啊 就这短短的两个月 我们已经把一个世界级的品牌 给毁掉了 就这么快 1938年 你想上半年 斯格达向这个瑞士陆军 提供了40辆坦克 当时呢 瑞士陆军非常满意 那是上等的材料 百分之百可靠的发动机 也正因为如此呢 瑞士就决定 今年夏天再订一批货 我们呢就先送去了一辆坦克的样品 这个两名德国空军军官 还把这个坦克啊 不是同学的坦克军官 把这个坦克 开到了图温 进行测试 表面上看啊 这一次这辆坦克和上次供应的那40辆 一模一样 结果测试方法呢 就是让坦克呀 开上一座小山 同时呢 用这个轻型火炮 从三面对他进行射击 两名军官呢 各就各位 示意说 可以开始了 大概啊 瑞士人 已经开始怀疑 我们的材料 质量有问题了 于是呢 就提出来 要不啊 咱们先用无人驾驶这个模式吧 先用无人驾驶来试一试 结果这德国军官啊 还有点不服气 后来呢 还是经过人家瑞士啊 反复交涉 这两名军官才离开了坦克 这一测试你猜怎么着 当第一发炮弹击中目标 坦克立刻就成了碎片了 哎呦 这两位军官 那是亲口跟我说的 被他们的瑞士同行给救了一命 你说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安妮这时候就问 那个呼贝尔先生 你有什么指令要下吗 这呼贝尔有点不高兴了 而是觉得呀 这姑娘你怎么对这个国家这么重要的事 啊 你无动于衷啊 她就在这说 哎不不不 我今天不下指令了 今天咱们上午啊 工作太累了 要不这么着吧安妮 咱们出去买东西好吗 我给你买一件新衣服吧 安妮这时候啊 安妮这时候啊 悲伤的低下了头 瞥了一眼自己那个破破烂烂的那个衣服 没说出话来 这段时间啊 你在市场上想去买这个衣服 那个材料啊 衣服材料也是糟透 除非你要花大价钱 才能买到跟以前普通的那种质量的衣服 安妮说 哎不不不不要 我不应该接受你的礼物 嗯 而且现在党正在反对 对衣料不合理的消费 他说这样的消费 是和我国国民经济的计划发展背道而驰的 我想你肯定也读过莱博士那篇长篇的发言吧 他说了衣服一定要穿到不能再穿为止 绝不能因为样式过时就扔掉 你说如果 他说的 如果一位女士的村庄可以让他这一年显得迷人 那么这件衣服也可以让他在第二年第三年 或者以后若干年都同样的迷人啊 这安妮啊一边说着眼睛里呢闪着一种顽皮的小光光 这胡贝尔先生一点幽默感都没有 他才不管这个莱博士说什么了 反正他现在就想给安妮买一件新衣服 他很严肃的说他说的很好很有道理 但是你不至于因为他说了这些 你就不敢去穿一件新衣服吧 不管怎么说买一件新衣服 不关政治的事吧 没什么大不了的 安妮这时候啊又变得严肃了 可这就是政治啊 我不太懂政治 但是我知道他说的话是有政治意义的 而且这不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来博士可是一个非常狂热的人 他接下来说到那个民主国家 他说这些国家的人对妇女的审美 与同志情意和母性毫无关系 他们说这些国家的审美是对妓女的审美 这这难道不是相当政治化的说法吗 来博士还说目前在德国这种品位 是受到犹太人的毒害而建立起来的 而我们的祖国至今还在深受其害呢 呼贝尔先生如果这还不是政治 我倒想知道那到底什么是政治啊 呼贝尔先生就靠近他 虚化都是宣传 这个不应该是针对个人的 而是对一个特定的群体而言的 犹太人的毒害 更是彻头彻尾的虚化 犹太人只要在我一英里以外 我都受不了呢 安妮听到这话呀 脸蹭一下就红了 下嘴唇也开始颤抖起来 呼贝尔先生赶紧就喊 哎呦天呐天呐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安妮呀努力的控制着自己 但是呢没有做出任何回答 这呼贝尔先生赶紧就降低了自己的声调 听着啊我们的战时经济和自给自足的方针 这个方针呢确实是会带来某些限制的 但是呢不能说女人穿漂亮的衣服 就是受到犹太人的毒害呀 无论如何我也看不出为什么 同志和母亲就不能穿的漂亮一些 否则就要被比作是妓女 这时候啊她在努力的靠近她这个女秘书 现在安妮都能感到她的呼吸了 这呼贝尔啊又说 安妮呀我就想让你穿的漂亮亮 我也想让你成为一个同志和母亲 就是我的同志我孩子的母亲 你明白了吗安妮 我是说难道你不明白我的意思吗 他呀这个呼贝尔先生就使劲的 在这儿搜床寡度呢找词 脸呢长得通红 完了以后呢就 那个安妮你愿意嫁给我吗 安妮突然一下大叫起来 不不 不不不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亲爱的 安妮把这会儿哗一下就推开了 然后就跑出了这个屋子 大声的哭泣了起来 这呼贝尔啊愣了 唉 她很颓然的就坐了下来 这时候呢有人就敲门了 呼贝尔啊根本就没听见 外边人呢又敲了一下 他正要发脾气说我这时候不想见任何人 但是呢完了那个人推门就进来 这个人啊就自我介绍说 我是这个汉内斯 我和您约好了见面的 您让我现在这个点钟过来的 哎呀这呼贝尔啊就疲倦的 啊行啊 我没有什么预约啊 一定是我那个秘书安妮 她搞错了 安妮 她就大声开始喊 安妮你赶紧给我回来 这个汉内斯啊就艰难的咽了一口口水 我我我必须和您谈一下 呃您是我们最老的客户之一 啊这呼贝尔啊 找这个安妮找着 于是呢她想我赶紧把这事啊给解决了吧 于是呢呃她就说啊 我知道他们把你的店关了 但是我能做什么呀 我对政府呃这个部门我根本一点影响力都没有 再说我对你的生意也一窍不通啊 呃这个 呼贝尔先生 我是一个经济学家 我是一个训练有素的会计师 呃 我有妻子和三个孩子呢 我我真的不知道我将来该怎么办 这呼贝尔啊就盯着这个恐惧 没有希望的那缸脸 哎呀我的朋友啊我都知道 可是说句掏心窝的话 我什么也帮不了你 你说你想让我给你份工作是吧 呃比如说像什么会计师啊什么经济顾问什么的啊 呃是不是 哎这个哈内斯赶紧就点了点头 这呼贝尔就说了 呃 你不知道啊 呃我已经有不止一个会计师 不是可做了 而且可是呢我根本不敢解雇他 我现在啊唯一的经济顾问就是国家本身 如果我听从你这样的人的建议啊 我就等于把我自己给泡在这个开水里边了 你难道看不出来吗 你现在在学校里学的那些东西啊 现在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用了 这个世界已经颠倒了 哈内斯听完他这个话呀 人都缩小了 感觉这个身形 就缩得成一个小骷髅了 呃 他就小声的不甘心呢 呃对不起啊 我只是想试试看 你知道的 我不想离开这个城市 我还想干我的老本行 这呼贝尔啊 就轻声的说 这个其他的行业也不见得不好吧 再说了其他的地方也是可以生活的嘛 这哈内斯啊就站在那 简直就感觉啊 他那个脚啊跟灌了牵着的 走不动了 他想走都走不了 唉 我只是试试看而已 这样呢 哈内斯就吃力的 迈着步子 离开了这个办公室 这呼贝尔啊 他又开始冲到他那个办公室外边 冲着那个几个打字的那几个姑娘 完了以后呢 他又冲到了那个前台 这时候啊 他那个年轻的秘书安妮 正靠在这个前台的一个角落里站着 还在那哭呢 于是啊 他也不顾旁人怎么看 声音颤抖嘶哑的 他就大声的说 安妮宝贝 这到底怎么啦 好 我们下期再讲 好 下期见